接触到了一个叫安什么利 这个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 被拉进去了 拉进去以后我当时一看我就说这是骗人的 这不怎么样或什么东西呢 但是我回去以后就跟我老师说了这个事 我说我今天去接触了一个叫什么安什么利 然后我去听了课 我老师说你听完以后你感觉怎么样 我说了一下我的想法 我说我感觉就是传什么消 我说骗人的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样 我老师当时就说 你加入这个如果入他们这个门槛 当时叫入会嘛 入会员需要多少钱 我说需要5000块钱 你需要买一堆产品 你买完这一堆产品 有吃的保健品 有蛋白粉 有那个生活中的什么洗涤的用品 你买这5000块钱干嘛呢 你能成为这个最低级的这个会员 但是你后面就可以发展会员 然后你把这些东西都卖掉 你就可以赚 比如说赚5000 就类似于这种逻辑 我说完以后 我老师什么都没说 给我拿了5000块钱 从来没有这么大方 拿了5000块钱 我说我说什么意思 说你去吧 我说你这是要 我说你这是要推我进火坑啊 你这家伙之前创业 你不让我干 你这家伙你让我去是吧 他说我告诉你啊 你好好去听一听 学一学 用你在我这所听到的 学到的东西 你好好的去做一段时间 然后你回来告诉我 他是什么 给了我5000块钱 我拿着这个 我又回去了 那组织我已经 对吧 跟人说了 我不参加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说那个对 我我我老师给了我5000块钱 然后支持我这事业 说让我好好做什么的 那个领导一听 你老师太有觉悟了 未来带你老师也来听课 什么我们这个是说白了 什么东西呢 现在付出的所有的努力 未来会让你钱生钱 我们这个东西是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我说停了停 你别讲了 好这方面我比你专业 好吧 道可道非常道 无名万物之始 故常无欲 与官其妙 常有欲 我说你别跟我整这一套 我小时候都喂过 好吧 但我拿了这5000块钱 我得对得起这5000块钱啊 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那我说既然拿这5000块钱 我得把这5000块钱给挣回来 5000块钱对于我来说 是当时一笔大钱 我一个月的工资才3000 我妈给我打的生活费才1500 你想这5000块钱 相当于三个月的生活费了 那我不得运用好吗 全都换成产品了 于是我从一开始卖货 我最先卖货的人是谁 卖给谁呢 卖给我老师 卖给我在那个地方认识的朋友 包括在那个不营街上 认识的朋友 哎 卖的就还挺好 卖着卖着 紧接着我干嘛呢 我说不行 这个我发现了 要想赚钱 你得发展会员 发展会员 你必须得会讲课才行 于是我开始编课 我说我要讲 就必须得用我所学的知识所长 我不能跟他们讲一样的那一套 对吧 大家说的都是一样的 到哪听都是一样的 我说我讲一套 完全跟人不一样 于是我用我早年 第一个老师那儿学的东西 我编了一套学科 叫什么 我就不说这个理论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 以道德经为基础蓝本 演绎了一套 歪说 这么一个东西 但我第一次讲完课 我的妈呀 现场大概有20多个人 所有人起立鼓掌 年纪最大的50来岁 不知道大不到60 50来岁 年纪最小的20 就差不多吧 反正我是全场最小的 都可能比我大个两三岁吧 或者四五岁 就是最小的就这样 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 坐在那全是体力鼓掌 我当时那个成就感 以及各方面 你知道很多人然后紧接着过来 他们自己手也有祸祸什么的 他们就哎呦 我跟你买点吧 我跟你买点吧 讲完课以后 我马上我成本我收回了 我就赚回来了 然后紧接着他们就说 你那个哥 你下次你可以跟我们去 我们这个大课 我说什么叫大课呀 我们这每三个月 我们在这个杭州 就他不是在宁波了 他得到大的地儿 我们在杭州 我们有那种几百人的 三天两夜的这种会 包吃包住什么这种东西的 你可以我申请我们的经理 我的上线 说白了 我申请我可以让你去 我说走着 我走着 各种开始申请啊 报备各方面的 那个这个这个 我们这有一奇才 我这个我们这行业的商业奇才 已经诞生了 他他如果来了 我跟你讲 绝对咱们这个领域 未来啊 金字塔尖 各种联系好了 然后过了大概一个月 也不过了多久 就感觉这个 就类似于这个圈里边的 华山论见 是华山论见 我就去了 到那吃喝玩 住酒店 反正前面从下午开始啊 上课是一大的会议室 大礼堂 现场我忘了具体有多少人 但是几百人是绝对有的 你知道吗 几百人 我一开始坐了下巴 一开始上来一个非常阳光 有气质 戴着珍珠项链 你记着啊 女孩当你上了四十岁以后 你要想展现自己的气质 你要想让自己的这个 感觉自己生活良好 并且你是一个有 有一些韵味跟这个底韵的 中年 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呀 叫中年优质女性吧 戴珍珠项链非常有用 上去以后一上台 走在那 红光满面 在那让我想到 小时候哨香队的那个 我们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主持 上去以后 红光满面 感谢大家就说了一番漂亮话 紧接着 然后就在那 掌声雷动 大家都知道我是谁吧 啊 下面就喊 知道 我当时先说你是谁啊 我边上那个人就开始跟我讲 这个人可厉害了 这个人现在一个月 挣好几千万 我说好 我说我 我说好几千万 他怎么挣啊 他做这个行业十年了 他现在是金字塔上面 什么除了他上面就是 就恨不得 就是你懂吧 这人已经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那种了 就是非常险恶的这个地位 在上面 都好崇拜他 啊 我一步一步到今天 就是我的坚持 我的努力 我们这个行业 我跟你讲是什么 朝阳产业 开始 然后最让我神奇的是 他讲完 我觉得这就是天花板了吧 不是 下面我要有请一位分下一位分享人 来我们欢迎王奶奶 鼓掌 我上来一个 我感觉得有这老太太 我实话实说啊 不知道以为小时候修仙的 那家伙就是 白头发 一看我先锋到鼓的那感觉 穿着那个特挺着的那个旗袍 上来 你看着可能六十多岁 六十多岁啊 一上来 大家好 你们猜猜 我今年多大了 下面的人 七十 有的说八十 不是 下面人有的猜 五十 六十 喊什么的都有 老太太说 哈哈 你们都猜错了 我今年已经九十了 下面的 哇 天哪 太三级了 你是金丹七吗 就开始 我当时说 这怎么也不像九十 这老太太 最多六十 我说见那么多人 边那个经理 就开始跟我说了 我跟你讲 他九十都说少了 他可能都一百多岁了 我认识他都四十多年了 那女的最多三十岁啊 他跟我说这话 就各种 然后我在这 我说 我说 我怎么厉害 我当时就懵了 你知道吧 我说还好 我小时候进过那个气功班 我说要不然就被你忽悠完了 我说这老太太 这往我见多了 紧接着老太太就说了 果不其然 下一句重点 我为什么会保持如此的年轻呢 啊 就是因为我用了我们的产品 就类似的这个讲座 分享了一晚上 结果到就是人比较少的时候 安排了一个啊 请我们这最小的一个会员 谁谁上去给大家讲一讲 我就上去了 我也不确场啊 下边我一想 家90岁老太太都上来都敢吹这牛逼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呀 上去 拿了个黑 拿了个那个白板 我就给他们讲了 用我那一套理论 延伸了以道德精为蓝本 讲了一下整个他们这个产业 听完以后 我还是那句话 全场起立鼓掌 前面的老太太 金丹七那个事已经不重要了 这人一听能讲出这话的 首先这小孩 看着最多 20岁 20岁 比前面几个 金丹七的讲的都好 这至少是个原英老怪 起来鼓掌 刚刚讲过话 在后来我下来以后 在台上的老太太 在那个一开始上来 那什么身价过亿的那个女老板 全都跟我握手 吃饭的时候 怎么没见着你呀 小兄弟呀 什么这些东西 就开始了 觉得我是个奇才 开始要给我发展一下 说你这么年轻 你就这么深的理解 你是怎么学的这些东西 反正一顿 湖顶海地 去玩了几天 回去了 我老师就问我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样 我说老师 这个行业我不想做 为什么呀 我说首先你那本钱 我已经给你挣回来了 然后我这边又挣了几万块钱 我觉得咱差不多收手吧 我说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 以我的了解的话 我可能进派出所不久了 你怎么这么说呀 你讲一讲 我说我算看明白了 我说他们这个纯属忽悠 我说太可怕了 我去那 我说如果不是早期 我进那个某些班 某什么这些 我接触的比较早 我真的我就被他们忽悠了 我就被他们洗脑了 我老师听完这 哈哈一笑 开始拿了个笔 拿了个纸 把整个 安什么利的 整个商业模型 给我进行了一个模拟 说我为什么让你去学呢 首先给你交这个学费呢 并不是让你去看 什么忽悠人或这些东西 我是让你知道 它是一种商业模式 是商业模式 只要存在商业的这个行为 它就存在商业模型 把这个整个的商业模型 它剖析了以后 然后说的是一个什么话 我们听的不是现在的故事 你要想象能够在当年 创出一个这样商业模式的人 他是出 你能做得到吗 是什么样的人 能够第一个人创始出 这样的一个模式 想出这样的一个故事 并且他风靡全球 我当时一听 然后他借鉴的是哪个模式 他的上一代是什么 再往前是什么 我听完以后 我整个人就 哇就茅厕顿开 你知道那感觉就是 瞬间就感觉便秘都好了 那感觉就是 我去那可能听的都是那些 我知道谁在骗人 谁在怎么样 但我从来没想过 这件事情本身